回音 請大家介紹你的節目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2024年 走中獎 胖 哇 這每年都有很多贊助廠商 今年 欸像盲盒欸 大家都沒有寫什麼 那我們一盒一盒開好不好 來第一個是什麼 你今天清了嗎 高鮮生活變良 吃了你會很好大便那種 拉死了啦拉死了 來開箱第二個 GOT 請去 蠻吃了你的 吃了誰 你啊 我 好下一個 艾康 吸引力兩感棉 這個蠻重的耶 哇這什麼 BODY SHOP 宣布耶 BODY SHOP 蝦皮299折30 蝦皮最強購物捷 蝦皮也有贊助耶 鱷魚防蚊片 喔太好了 這也是什麼 就是擺東西 擺東西擺筆啊 擺錢啊 營養師輕食 該時候重新定義益生菌 最後了嗎 最後了 黃色毛帽 黃色的圍巾 黃色的雨傘 以上就是這一次 總共講每次都有 欸不過這次沒有酒啊 什麼 吃的東西比較少 之前還有軟糖啊 餅乾啊什麼對不對 這次都比較是 偏食用性的東西 每年都說不知道 明年有沒有 但每年都還是會有 不過今年好像可以 比較稍微沒那麼邊緣 啊因為這次 所以你當評審了 已經當完了 所以這次做評審區 然後今年有稍微這個 認識多一點點人 對所以去那邊 可能稍微可以 欸欸欸 之前喔 跟阿呆兩個人這樣 躲在廁所前面 欸躲在廁所前面 很像迷途小羔羊這樣 東張西望這樣 好啦那這個 手中獎 手中獎當天 我們可能也會有那個 影片紀錄 再跟大家分享 你要介紹一下你的行頭嗎 你昨天發現的動態去 Blessiaga 喔我沒有什麼行頭 我沒有沒有 我這都舊的衣服 這是黑的拉拉耶 899 那你昨天去哪裡 我跟你講啦 身材好隨便穿 899就OK了 瘦了嘛對不對 瘦了瘦了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拿你知道嗎 要展示二頭肌嘛 所以要這樣拿著 你手不能要放 要這樣子啊 呵呵呵呵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走進來了嗎 因為這件西裝外套是你的 喔這件是我的喔 因為你沒有西裝外套 我沒有啊 欸那不錯不錯不錯 你今年有點保守欸 欸來 介紹一下行頭這件 今年的金鐘獎有沒有看 同一件 它那件比較誇張 因為它那件買的 平常沒辦法穿 我這平常偶爾還可以穿一下 而且GU的褲子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也有一件 我們是很評價的 我們看今年會不會比去年 稍微再好一點 我們有一年比一年進步 好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社交障礙有再更好一點點這樣 各方面嘛 就是我們去訪問別人 再好一點點 或者是人家來 認我們再更好一點點這樣 好那我們就Let's go 囉 出發 因為這次我是評審 所以其實 我看過蠻多影片的 所以我這次算是 攝入比較深一點點 然後認識稍微多一點點的 YouTuber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我應該可以利用這一點 稍微看能不能 搭上一點點的話這樣 今天我有給自己下一個 那個如果遇到牆牆 我試試看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它是同行 如果它私底下沒有那麼 XXX的話 因為我怕它試一下 你誰啊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有啊 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嘛對不對 我先紓緩一下我的緊張情緒 耶 終於有機會採訪到了 一定是汽車的問題 對不對 其實我已經知道它開什麼車了 不過還是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不多介紹了 好不好 就是這個蘋果代言人 也沒有啦 就是網路拍生活影片 然後情侶代表 然後前陣子可能爬過富士山求婚 然後最近就是去蘋果發表會 一加一 然後開什麼車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特斯拉 Model 1 那你車主接骨高 對 然後我是大韭菜 我那時候問過小吃 就是我是第一批買的 現在價格是不是掉很多 他說對 對 如果你那時候是買那一批的話 是掉很多 不過保持性還OK 如果是以特斯拉來說的話 那這個請教一下 你開這台車啊 有沒有覺得 有後悔的地方 沒有欸 其實我真的好愛喔 我不是要幫特斯拉講話 下一次你就可以資深 英文不好的我 如何資深到特斯拉發表 好想去 然後再跟蘋果一起 然後再跟馬斯克合照 合照 因為我平常就是喜歡科技的東西 對 然後這次一台車 是讓我每一次更新 都覺得好像一台新車的感覺 因為它都是會有一些新功能 雖然那些功能它本來有 但是我覺得我體驗是好的 我就覺得它在軟體上面 是有很大的一直進步空間 我覺得要問一下伊利 那你覺得這台車 有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是它的後座 好像偏難做 嗯 你都做後座嗎 沒有我做我做副駕啦 但是我以為有一兩次做後座了以後 我發現後座沒有到很好做 又有點硬 跟其他的同樣的價格的車子 不是我想說它為什麼 一開始發言就講到後座去 我想說是蠻常在後座體驗的 它在幫別人傳輸啦 那種感覺 對 我們幫別人傳輸 因為你們可能會在那個啦 戶外啊 露營之類的有沒有 嚇死我 你看那個盾點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在正 好 露營而已 露營 露營 我們這一次 入圍了幾支影片 兩支 兩支 最佳攝影獎 最佳攝影獎 最佳貢獻獎 生命貢獻 生命貢獻獎 就是我們一起去爬山 富士山 然後他不舒服 然後還答應我的求婚 非常貢獻 然後男生嘛 結婚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一種貢獻 女生不是嗎 也是 我知道 我看了很多次 不是我是不得不看 好 那麼祝福你們 今天能夠在頒獎台上面 看到你們 也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來啦 我們採訪到 第二位來賓 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自己的頻道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單程銀色的小冬瓜 應該很有名了吧 拜託你有上百零果 我沒有 你比較有名啦 馬上處理 待會我剛剛看到Ken 等一下我忙去處理 這怎麼可以不上咧 這個故事這麼精彩 比我還精彩100倍 我們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你本身啊 目前方便跟觀眾朋友分享 開什麼車 我目前是Model X 又特斯拉 你看特斯拉真的是現在 無人能敵啊 那你是這個韭菜版本的 還是比較後期才買的 久啊 久到不行的久啊 剛下完單的 隔個禮拜 就直接降價 價錢就被處理了 對對對 你覺得這台車 你開到目前啊 有沒有什麼覺得 不滿意的地方 還是最滿意的地方 自動駕駛吧 那時候試車的時候 真的第一次試到自動駕駛 就回不去了 覺得很棒 太滿意了 所以你在使用上 頻率很高 很高 因為我工作本身 就要常常 就是開著車到處跑 所以我覺得 自動駕駛真的很大幅度 就是降低我的疲累感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後悔啦 雖然這個買的時間有點後悔 但是買這件事情沒有後悔 那你應該開很多年喔 兩年多 所以暫時目前 應該還沒有要換車的想法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第一時間一定會找小師哥 哈哈哈哈 那我們這一次 有沒有入圍 有有有 這次入圍 我們入圍的獎項是 對 仿道星凱獎 預祝你今天啊 能夠上台領獎 最後呢 有沒有機會 邀請你來上我們的節目 分享一下你的愛車 當然喔 當然喔 其實他車很多啦 別別別別別別 不然搞嗨 紙紮車很多 我說的是其他的車沒錯 哈哈哈哈 我說的是其他的車沒錯 我現在要訪問他 請問他開什麼車 觀眾還不知道他開什麼車嗎 楊中請問你換車了沒 沒有 我們上一集要推行才過一個月 YouTuber不是 第一個就是換車換很快嗎 嗯 第二個就是換女朋友換很快 對 然後還有換剪輯換很快 還有換房子換很快的嘛 對 但我一個都沒有 你都沒有 我只希望下次可以再找你拍 哈哈哈哈 我沒有新車就不能拍了嗎 我有其他價值吧 我們再去吃其他東西 我不是吃東西的YouTuber 問題是 哈哈哈哈 我不是捨玩 大家喜歡看我們吃嘛 欸也是啦 也是可以 點閱也蠻高的啊 也是可以 聽說上一次那間那個 賣肉粥的那個 老闆生意因子 爆炸好 爆炸好 非常感謝他 老闆其實是我介紹的 哈哈哈哈 欸好啦 那我們這次入圍了 幾個獎項 一個 謝謝謝謝 最近如果想換車 我們小師哥有推薦什麼嗎 CRV CRV喔 你拍完CRV 對 又更超認真又拍CRV 對啊 你這一輩子就CRV了 忍天忍啊 你就CRV再換CRV 再換CRV 夢想生死 蛤 你女朋友咧 我都還沒看過 你怎麼可以 今天女朋友有一個室內 啊可以看照片 這不能外露的喔 欸 哎呀 欸 夫妻臉啊 這就淋寶啊 哎呀 對啊 這就淋寶啊 舒服了嘛 這個真的欠缺 欠缺 這看誰啊 我已經鑑定過了 非常勤勞 這個OK的 又會顧家 對 這個也OK 我都小師哥要先看過嘛 是小師哥 不只會鑑定車還會鑑定人 當然啦 我職業鑑定了 職業鑑定啊 我跟阿弟又見面了 嗨 我這次給自己的期許是 我已經參加第三次了 所以我不能再色恐了 對 我是這個年紀偏大的YouTuber 這邊是色恐試鏈場 你光站在這邊就會直接吐死在現場 我年紀這麼大 我其實不應該色恐 可是真的看到這麼多年輕人 有點可怕 要突破你的舒適 可是阿弟真的幫我們很多 從第一次那個什麼十萬訂閱 開始可以聚餐開始 就是阿弟 所以今年的那個年中派對 然後他說那個贊助名額 我就直接 對 超感動的 今年我覺得年中派對很特別的是 有兩位創作者 然後就是一直跟著我們 然後到今年變成是贊助廠商 有一點小失 這個不是幫忙 這個要用搶的 要贊助會用搶的 晚了就搶不到那個贊助了 你知道嗎 那我可以方便問一下阿弟 阿弟你本身你有在開車嗎 我只有在國外開車 在台灣 你在台灣沒有車嗎 我在台灣沒有車 因為我記得印象中 阿弟有拍過 就是類似那個汽車的 一些名詞的分享 那個是我在講 不同的國外來的車子品牌 正確的英文發音是什麼 是要學那個發音嗎 當然喔 我身為一個汽車的頻道 我去看一下怎麼可以 那這個阿弟對汽車 應該沒有非常瞭解 你在國外曾經開過哪一些汽車 Toyota 然後叫Sea嗎 還是Kia Kia 好像就這樣 所以你本身對於車子 你是覺得說 沒有太多感覺 只要好開就好了 還是會你會注裝安全 或是配備性 或是什麼功能 我其實有時候會看 因為我前陣子有考慮要不要買 我那時候兩個選項 一個就是賓士 然後一個是特斯拉 那是為什麼 你會把兩個車廠牌 放到選項裡 賓士是因為我爸 一直以來都是開賓士 所以我很習慣賓士的內裝 然後也覺得有一種家的感覺 然後特斯拉就是 它有點像手機的感覺 是一個3C產品 但是特斯拉我看到 就是你跟海莉嗎 開了很多特輯之後 我就有點退坑了 我覺得沒有特別想要買 完了完了完了 馬斯克會討厭我 他沒插這一台 我原本真的是有考慮要看他這樣子 但是現在就是 如果我要買車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是賓士 一樣是賓士的電車嗎 我覺得可能是油電 maybe 油電混合那種 那到時候搞不好有機會可以討論一下 可以喔 可以分享一下 謝謝阿滴 謝謝 那我們就年底派對見 好的 謝謝 又方便跟觀眾朋友分享 你自己有沒有擁有汽車呢 我現在Model Y Model Y應該不是你的第一台車嗎 不是 我3換Y 那在跟之前呢 沒有 所以第一台就是3了 對對對 所以3你開了多久 我開3年 然後Y呢 今年才剛換 所以你是不是因為小朋友 是 需要空間 對對對 對不對 好強喔 怎麼知道 一定是啊 對 就是3其實不大 還有那個底盤的高度 要抱小朋友不用彎腰 還有爸爸媽媽每次下去 那個頭都會敲到 那我可以請教一下 就是特斯拉當然對於現在年輕人 他的那個科技性 方便性 很棒 但你覺得啊 開起來有什麼 你覺得不好的地方 我以前有一個很困惑的點 就是他的那個打方向的那個燈 他有分淺淺的暗 然後他只會閃三下 跟按很重下去 然後他才會 誰會需要那個直閃三下 那個會讓你變三寶 超沒必要 他就是讓你類似變換車道 通常變換車道 在台北不見得三下 你如果按三下 很容易被檢舉 然後有時候 我就是想轉彎 然後就按的不夠用力 我就覺得那個功能很煩 對對對 那你就 目前你覺得 Model Y啊 或者是說 特斯拉的這個整個系統 用到現在 你覺得這個問題 對你來講是 唯一的困擾嗎 其實就還好 因為我那時候 3要換Y的時候 店員有問我說 3有沒有什麼 不滿意的地方 然後我還真的想不太到 除了這之外 所以其實你整體用起來 對於特斯拉滿意都還蠻 對我是忠誠信徒 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訪問了大概6個人 有3台特斯拉 所以我覺得 Youtuber對於特斯拉的 接受度超高 那你充電上面有沒有遇到 覺得困擾的時候 有 以前充電車位是 隨便充隨便有 現在超難搶的 然後我們為了裝 那個充電裝 反正就是會有一些麻煩 有遇到問題 對對對 所以有一些管委會不給裝 有一些管委會不給裝 然後又要什麼台電的那個 什麼許可之類的 就等了很久 因為那管委會真的很麻煩 有些不給裝就是 完全不給裝 好啦那希望你們公司 可以大獲全勝 謝謝你 謝謝 恭喜BOSS萬了 現在還有在做頻道了 已經是腦袋有問題了 哈哈哈 你是他媽不知道 做起來幾個頻道了 是老妖怪 我覺得你乾脆開一個 9991網站 就專門賣頻道的 喔可以 平數就是訂閱數 欸那看有10萬的 20萬18萬的 看多少錢就開價賣 好好好 可以沒問題 你就賣頻道就好了 是說這小子 也不用分享了 他這車都換那麼多台了 你現在來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你目前是開到哪一台車 Defender跟大七 他之前那台A35 沒處理到 CLA 45 AMG 欸不是雙方 賣給小師哥 沒有 他不要買 不是 他不收 不是 他問我那時候 沒有減掉 不要減掉 他說你一定要賣很貴 我不要 他問我那時候 我沒錢 哈哈哈哈 欸但我問一個 他那個字比較不好脫手 不是啦 我就窮啊 就那麼簡單啊 什麼車都有人買 哦 對 啊我那時候 好像剛買房子沒錢 哦 就那麼簡單 欸有錢我就 有錢我就 這樣 直接跟我說 就不賣你了嘛 就不用問你 連問你都不問我 我還以為直接跟我說 就是欸 兄弟 不要說錢的事情 先牽走 哈哈哈哈 欸你好像喜歡開大車 喜歡開大車啦 舒服 因為我開車不是開快 那為什麼你會買A45那麼小台 那個其實是要買給我老婆 哦 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既然都已經認識這麼多年了 是不是有機會我們也該撐支影片 可以啊 我一直 現在還有人要撐很願意 我ok 為什麼 現在流量已經 媽啊 那麼糟了 不會啦 隨便開一支破十段 開一支破十段 可是沒辦法加起來嘛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這個是我第一個 自己的頻道 之前都是公司的 好啦那我們就再找個機會互勝一下 這一次有入圍 沒有 是說我也沒入圍過 你沒有入圍過 我沒有入圍過 你有投過嗎 我幫他投爆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場地他媽幾隻柱子是我的你知道嗎 這牌子他媽我出了緊張你知道嗎 我到目前是真的還沒有看過 有任何一個跟汽車有關的入圍過 真的沒有 對 所以希望我們有機會成為第一個 加油 欸不是不是 你現在要查問他 我收車 背光 背光 我看不到 有燈嗎 有燈嗎 打燈 是可以這樣開玩笑的嗎 我都怕要給他開 我都知道要給他開 你可以我不行 你還沒有那個 我還 對 黑龍你好 我是 小獅汽車生活的屏障 我是專門在講那個 二手車 Second Hand Second Hand 好 這一次我剛好運氣不錯 我是走中獎的評審 所以這次剛好有看了你入圍很多隻 恭喜你 謝謝你 欸我有多疼嗎 欸我不知道 欸還不能說 我也不能說我有沒有投給你 喔了解了解了解了 不過這次黑龍入圍的影片都很感人 維甘比亞的啊 還有去那個育幼院的啊 都很感人 這次入圍的影片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最影響過的 對 就是我去年生日的時候 我有去那邊關埃及家 跟小孩子一起活動 然後另外一個是 是個人的什麼 欸那個是我去年跟我家人拍 拍畢業照 對因為我畢業 兩次在台灣畢業沒有跟他們拍 然後另外一個是食物的 啊跟酷 對不同的烤肉 跟酷 三隻都剛好是我頻道的 唉唷 來 來在台灣有沒有開車 有 那在台灣開什麼車 方便跟觀眾朋友分享嗎 我開的大部分都是Toyota 因為那個掌聲都是Toyota 因為我都是租的 所以你都是用租車的方式 沒有自己買 那未來有機會會不會想說 有一台自己的車 還是你覺得在台灣租車就夠了 我覺得在台北可能租車方便 可是有可能以後自己會想要 會想喔 對對對 那祝你今天可以得獎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進去他的心裡面知道一下 如果沒有得獎我就會回家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也希望可以跟他開打光的玩笑 哈哈哈哈 老訓練啊 好那我就跟你請教一下啦 因為我也常看他的影片 怎麼辦我好緊張喔 我自己在做汽車頻道 結果看到了一個前輩的前景 爸爸的影片很好看 很好玩很有趣 這敬評對不對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家賣的都是比較高檔的車啦 我們賣的比較低端一點 不是啦 我跟你講 應該說我們家是比較 就是那個比較貴啦 我們家的車比較貴 然後我們家沒有玫瑰車 沒有啦 二手車的關係其實不是敵對的 就是盤來盤去啊 在這個店裡賣不掉的車 所以叫盤來其他店他賣得掉 他跑得動啊 其實都是朋友 所以其實不是大家想像都是競爭的 他們家到底是不厲害 很厲害很有名啊 全威雜誌我們編的耶 全威雜誌其實是有好像很多人吧 對但是總編輯是我們家 你負責一部分 你負責一部分這樣 大家去編輯 家裡有這麼多車 你平常最常開什麼車 我們外婆都是買Toyota給我 到現在還是這樣喔 對省油 然後也壯得不心疼啦 所以他到現在還是不放心 讓你開更好的嗎 因為畢竟每天他們都要開 他們的技術那麼差 你偏向於坐車還是自己開車 我自己開車啊 你還是比較喜歡自己開 絕對是自己開車啊 因為你平常去的定點太多了 一定是自己開車比較方便啊 那如果你自己啊 真的除了Toyota以外 你自己真的要買的話 你會想買什麼車 其實Toyota是不錯 因為爸爸只開過開這個啊 這輩子就只開過Toyota 其他車沒開過 而且包括可能家裡面就是這個 從事最有對車的興趣不大 不會想要追求什麼樣的那個 很意外耶 所以真的叫你自己拿錢出來買 你還是會買Toyota 省錢啊 我錢可以花在其他地方啊 漂亮啊 美的地方啊 逛旅遊啊 我坐飛機的 我蓋個車 我尼可去 炸自乘飛機 蠻意外的耶 那你覺得 你有沒有什麼印象 你開車當中 遇過什麼光怪陸禮 最奇怪的事情沒有 應該是有很多人 不會開車出來開車吧 我覺得台灣的考驕照 其實有點太容易了 然後所以它很多規則 其實不夠國計化 跟不夠準則 因為其實在國外 其實你要開車 是一個非常大的標準 那台灣常常就是 因為沒有做好這標準 所以撞撞成的事件非常高 所以我都叫我爸爸半夜不要出門 爸爸都把人家撞死耶 無告虧小啦 三保太多 那今天非常謝謝翔 希望有機會可以跟我們合作 好的 下次有機會 謝謝你喔 謝謝 YEAH 120 土豆你怎麼說要換車 你的流量越來越高了 應該差不多可以換 是這樣講的嗎 YouTuber換車是一個習慣 因為換車才有東西可以拍啊 還是說要換不換 假裝要換這樣 可以拍更多遍 每一集說 我又換車了 結果沒換 你就是先去 2000那邊假裝要換車 越來越來越小事這邊 又假裝來看車又要換車 再到阿池那邊 又假裝想換車又沒換車 這樣你可以拍三五集 流量有動機耶 對 然後又去新車那邊 假裝又看車 每一個廠牌都拍一集 那如果說要換車的話 有沒有想法 下一台車 有想要換哪一台車 我們當然是又 樂衷於我們的VAG 真的假的 我以為你開過一台 以後不會想要再VAG了 沒有 就算它火散率 也許是值得再商量商量 可是我是覺得說 它給我紮實感啦 還有它的性價比真的是沒得比 反而它這樣子保修費 處理下去之後 還會想要再換耶 對啊 真的是 不錯喔 那我們進去了 好 進往路場囉 GO 好 進來了 快结束了嘛 看着觉得心得怎么样 第一次来我觉得很新奇 因为就是影片上面看到的人 然后就直接出现在你面前 不是那种影像而已 我坐满前面的耶 李多慧就坐我正前方耶 那你旁边有坐人吗 我两边都没人 我跟你讲 呱吉就坐我左前面 我就坐第二排啊 所以摄影机一直狂拍我 那你要一直笑吗 因为他要拍李多慧 要拍呱吉 要拍台歌 阿滴就在这边 所以一直狂拍我这边 看我又不能这样乱做 乱让我这样 我有看到你一直笑啊 对我就一直尬笑 你也笑一直拍手 对然后我又不能这样乱做 然后我要做很正这样 然后一直拍手 我还一直拍手 很痛苦 你知道 然后我怕肚子跑出来 我要做很正 这有史以来最痛苦的一场 好啦 反正这个 其实因为所有的影片奖项 因为我这次有当评审 所以要办得奖 其实我全部都看过了啦 所以其实谁得奖 我们都差不多知道了啦 反正这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 蛮第一次来嘛 我希望明年还可以再来玩 那你觉得我们这次应该有出圈了吧 阿滴 有啦 你问到墙墙欸 而且还有那个黑龙啊 对啊 不错了吧 我这次应该OK了啦 我觉得OK 你问到超多人了 毕竟我也是散发着评审的光丸 那这个我们也是慢慢的前进啦 那希望支持我们观众朋友继续支持下去 以后有一天 看能不能站到台上 好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发意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力 其实我在很久之前 我有用我的粉丝专业私讯过你 那时候应该叫做博恩站起来 然后我说想请你帮我做业配 真的啊 对 然后那时候你可能没接过业配吧 那么久以前 对 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要收多少钱 然后因为我也没有给人家发过业配 我说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然后我们就不了了之了 那时候就是我可能 你可能刚开始把一些段子丢到网路上 然后我就觉得有机会 然后我就传了FB的信息给你 然后你就这样了 然后我就这样了 再传一次 我们现在都知道要多少钱 但是现在我们都来不及了 哈哈哈哈哈哈